梦中足别 北宋末年 梁山附近的杏花壮 有一个叫王林的老人家 开了一家卖酒的小店 有一日 有两个自称是宋刚 和老智森的人 来到王林的店里面 王林和他唯一的女儿 满堂嬌 殷勤地招待他们 突然间 自称宋刚那个 又肥又黑的人 拉着满堂嬌的手画 姑娘 你生得这么漂亮 不如跟我回去 做我的厄宅夫人 放开我 我不做什么厄宅夫人 宋大哥看中了你 是你的福气 不要哭哭啼啼的 跟我们走啦 王林追上去 要抢回女儿 混乱中被人踢伤了 哎呀 过了一阵间 李葵路过幸花庄 又来到王林的店里面 喝酒 王林一见李葵 就哭着说了 李大爷 我女儿刚刚被宋刚 和老智森抢走了 他们都说自己是 陆林好汉 简直是荒谬 他们分明是淫贼 豈有此理 光天快日之下 强抢梁家妇女 等我和你去讨个公道 李葵马上冲上梁山 斥责宋刚 宋刚 枉我一直敬重你 以为你是一个行合仗义的好汗 猜不到你这么无耻 竟然强抢梁家妇女 李兄弟 我没做过这些下狗流的事 这样你敢不敢跟我下山 和酒店的老板对质 好 我就和你去把事情搞清楚 于是宋刚就和李葵下山 和王林见面 王林看到眼前的宋刚 就说了 李大爷 这位大爷不是抢走我女儿的人 我想那两个人是假冒的 宋大哥 刚才小弟老莽错怪了大哥 实在最无可恕 请宋大哥重重责罚我 李兄弟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用放在心里面 过了几日 王林上山报信话 宋大爷 李大爷 那两个恶人把我的女儿送回来了 我已经将他们冠聚了 请大爷为我主持公道 李兄弟 你快点去捉住那两个恶人 是 大哥 现在就好像捕捉坛里面的甲鱼 一伸手就可以捉到了 毫不费事 最后那两个恶人落网 受到了应得的惩罚